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止了 我从86年到现在吧 今年一 二年 二十 二十六年 差不多 而且你知道他教课雷打不动 雷打不动 到什么程度 就是说要是别的事跟我这个课程有冲突 那以上课为先 所以徐老师你就当系主任 一般老师都是这样 是吗 一般老师都是 你知道今天咱们录像今天是星期一 人家刘老师 为什么咱们平常录像是星期二 刘老师为什么一定要今天来呢 因为他星期三上课 星期二就是明天他要备课 所以他只能今天来 你说这样的这个老师 我就是这点我一直这么多年坚持 我在学校那与我的这个方面的歌手的生活没有任何关系 那我就是跟所有的老师一样 就是老师到点上课 然后课上也不扯 我把这两件事分得特别清楚 但学上面能分得特别清楚吗 我觉得一开始可能不会 但是后面只要课讲起来了他们就会 你课在讲 这一套就是他就完全会马上接受下来 做的这个事就是课堂的过程 但是我还是这个疑惑 我上次提过 作为一个专业学音乐的学生 他们怎么面对现在像中国好声音这一类那么突然成功的诱惑 比方说你假如在音乐学院学声乐或者学作曲 你得要熬很多年 那不是说那么短的速成的就可以进去的 你将来毕业出来以后很有可能还在当一个音乐教师 你有很少的机会才能变成开独唱音乐会 或者出去一场演出收五万十万 那么现在看到有些人可能天赋跟他差不多 或者还不如他 所以他们一下子就爆红了 那现在音乐学院的学生 他们是怎么想 这是我第一个问题 第二 为什么这个节目里边比较少 就是很强专业性的 这一类的唱法值不值得鼓励呢 就是我们也听到 比方我非常喜欢Andro Puccini这种 他是美声唱法 但他偶然来唱一点意大利民歌 那真是动人的 那这种倾向有没有在节目里也会有发展的余地呢 我这两个问题一下子问掉了 可以不回答 回答 至于这个 你说到这个专业音乐学院的学生 是 所以好声音这种节目对大家来说 对于一个想成为歌手的人 他就是个机会 你可以通过这个一下子脱颖而出 但是很多专业音乐学院的学生的 我个人是这样理解 你学的那件事是一个本事 这个本事不意味着你将来就可小天下之日 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过去倒是觉得你音乐学院 我们中央音乐学院出来的 或者你Juliet出来的 你就要怎么样了 我跟你说 我女儿上的那个中学的钢琴老师 就是Juliet钢琴毕业的 她就是在中学做一个钢琴老师 她没有像朗朗这样变得 大量的人 或者说90%的国外音乐学院毕业的人 也是这样子的 明星毕竟是少数 对因为你能得到这个机会 这个行业它是太象牙 这个金字塔型的东西了 你尖上的就这么几个人 下面是众多的人在底下 就是你是可能你一辈子 大部分人都是不能出来 那你就选择一个职业 就好像比方说一个我们的摄像师 他一辈子就在作为一个摄像师 那你学的音乐 你也一辈子就给人弹钢琴伴奏 很自然的这事情 所以我觉得这个呢 大家真的不必要去那么想了那么多 就是学生音乐了 就以后一定要怎么怎么样 就是本事跟机会 是两回事 你学本事的人 也不用太多的去想到这个 你假如没机会 你本事还是本事 就是一个跟任何其他的职业一样的一个职业 就是一个这样的 而且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 刘老师回答的好吧 回答的很好 现在看看刘老师讲课行 刘老师讲课 我们找到了一个视频偷拍的 有这么样一种说法 整个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大潮 到了这个时候 耗尽了他全部的经历 Tchaikovsky这一个交响曲 就是整个一百年的一生常态 悲创交响曲 这个作品的第一乐章 完全是情之所至 漫漫开头 然后行版 然后击版 然后再进入深情的漫漫 是他想到哪里 写到哪里 一个低沉的大管开的影子 然后 一个很急壮的东西起来以后 然后乐队一按 这个时候看指挥挥乐队的素养 一个拖得很久的一个长 渐渐引线 然后弦乐队一起 这种哭声 没有人有过 以后也没有 我听说他讲课很有感染力 比如说讲莫扎特的 叫什么凄凉晚景的时候 讲的女同学一直都在那擦眼泪 你跟我讲讲莫扎特 怎么凄凉晚景 这倒是 就是他到了老 也不是老了 他三十多岁就死了 就是实际上 他到最后五年的时候很难过 然后还欠好多债 什么 最后 但是那么有才华的一个人 就基本上叫死无葬身之地 莫扎特死的时候连自己的墓地都不知道在哪 现在好多 你去奥地利有好多的莫扎特的纪念碑 在下面都没有 维也纳郊区不是一个那一大批名人 他都是在中间那个吗 但是下面埋的不知道是什么 就他的墓是就是丢了 因为当时没有人送葬的时候全下雨嘛 就都走掉了 然后就一个马车拉着 不知道给葬在什么地方 就是很凄惨 音乐上应该说是 我们到现在为止看是一个那么 除了他的才华之外 他的音乐是一种超乎于我们的这种 所谓认定一种意义上的那种美 很宽泛的 就他已经涵盖了太多的方向了 就他的音乐可以在任何的条件下 你拿出来 他是当做一种纯美来欣赏 这种音乐家是很很难的 他有的音乐家是属于 他把他自己的东西 把他的生命放到他的音乐里面去 他让你感觉到的是他 莫扎特的这种音乐家呢 就是他让你感觉到的就是音乐 那就神了 所以这种是最悲伤 还能让你欢乐 我觉得这就像是说 像很多中国古代传说中的这个画家 古人都是认为他们是神仙 就是就觉得这个这个世界上有些个有天赋的这个人呢 真的是好像觉得人力难以想象 难以企及的 不能去想那几个古典音乐的大师的 你去想他就觉得人类啊 这一部分这种形式的东西就被他们用完了 对对 十九世纪把音乐发明完了 二十世纪就做音响了 怎么怎么演奏他了 就是卡拉扬就是天才了 我们这个世界 那么多太多的这当代的作品 他要寻求别的途径 就是因为很多传统的方式 各种可能性大家已经都探索过了 但是我觉得有一点的 刚才你讲到学音乐的这些学生 我现在我自己这么多年的一个体会也好 我也希望现在学音乐的学生都懂一点 其实古典主义时期的音乐家们的伟大 就是他那个时候虽然作为音乐家的人格不是特别独立 但是有一点 那个时候啊 人们看的音乐是很高的 对 他音乐本身是很美的 黄世连在一起 对 而且所有的音乐家呢 他一生下来 我是为了这个很崇高的音乐在努力 现在的人们都做的 想自己超过音乐 我自己的成名 或者我自己的伟大 这个看的很重要 这个是两个不同的关照点 就是如果我们把音乐都看的高一点 把自己都看的小一点 其实很多烦恼就没了 哎呦 你说的这个好 真的 所以完全这个音乐可以套在文学上 对 套在所有的艺术上 这个过去讲啊 古人的这个艺术啊 是乐神的 因为很多时候他是跟上帝的 对 沟通的语言 所以他是乐神的 但是今天呢 我们好像是乐人 或者说是为了自己自我的 这个满足自我的膨胀 就像你刚才讲的 实际上很多你说 哪怕是说有一把好嗓子的 有一把好条件的 我觉得今天这个成功学啊 教的可是太深入人心了 就是他想的是 我这把好嗓子 我这把好声音 怎么能换来成功 怎么能换来巨星 对 这是两骨道上跑的车 我觉得现在的概念 就成功是一个一个概念 就是我到现在 我也不知道明白 这个成功到底意味着什么 就是你这个是成功人士 那个其他人就是不成功人士 不明白这个是怎么回事 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 像我们做音乐 就是其实最快乐的时候吧 就是把你把那个音乐给 刚想出来的时候 那是最快乐的时候 也就是最成功的时候 我就觉得那时候成功 你够想出来 再往下就比较痛苦 因为你要完成它 那有太多技术过程了 你就要这么的好 那么的不好 等到后来再推出这个音乐 就彻底跟我们没有关系了 那是production 就是前面你想到的时候 他出来那个声 你把它组合好了 那是最高兴的成功 但社会变异的成功 是到三亚分钱的时候 这在上集说的事 这得跟观众解释一下 顺带这个辟谣 因为网络上传说 他们这个中国好声音一录完 几四个导师 就到三亚海滩上 做着分钱去了 而且分赃不均 打起来 成功了 到这程度 是成功了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伤感柔情 他们觉得我这个人 怪这个人是异类 另一个罗大佑 你觉得你自己最大的变化 是什么 当个爸爸以后 好像有人死掉了 阳光保险 明人面对面 星期日 凤凰卫视中安台 在中国的发展背后 总有林宫的一并之力 何胖 承载 众托 山东林宫 这个成功啊 真是今天一个特别显赫的概念 你就反映到他们夫妻俩 对媒体的这个意见 你都能表现出来 他说什么 也不管你做中国 好像别的什么 拿话筒一问 你拿了多少钱 你拿的是最多的吗 就是 就这个 他们被这些问题困扰 所以这现在这些流行的 走红的节目 都就要有一个字 叫励志节目 但是问题是 这个励志这个事情 就是 要你成功人士 才能说这样的话 才能问 告诉他们说 什么叫成功 对不对 我们一般的人 他也不是 你想 我觉得他们关心的点 我前一段 就是正好 那个歌唱 要配合制作方 做那个新闻发布会 然后呢 之后有的媒体 提一些问题 其实当时 我记得 他们只给了三个机会 就是媒体可以提三个问题 我记得当时 其实我 我心里面挺 那种滋味的 就只有一个 最后的一个记者朋友 我提了一个 因为他知道 这个Mark Fisher 就是给Pink Floyd 做过当天的 那个乐缺的 那个演唱会的美工 他感兴趣你 整个这个演唱会的制作 那其他的两位媒体 起来 真的就是你刚才说 你们的钱怎么分的呀 哎呀 怎么怎么搞的呢 就是我觉得 你知道 我就心里边 特别那种味 你想我演唱会做 我相信那些 拿钱买了票 来听这个演唱会的人 他们肯定不是跑来看我们怎么分钱的 是不是 他是来听音乐的 那你这媒体 你代表这些听众提的问题 怎么一弄就弄那去了呢 就是 一对音乐没有任何兴趣 就感兴趣的全是这些事 真是挺挺 心里边挺不是滋味的 我觉得你是十年前来的人 今天就这样啊 就是 这是你的 他们那个到香港宣传那个片子的时候 那有个女演员跟我说 上边提着问题 下边相机就在裙子底下拍啊 那你 那你这当众 你这都各位算是耍流氓吧 有个美国的大牌的 也唱歌 也演电影的一个女的 她在她的家里 Beverly Hill 她的家里开一个演唱会 然后她上去讲一段话 我印象非常深 她说 她是一个慈善的演唱 所以每个人进来呢 好像是两千美金的那个票 然后她说 我今天一共唱十几首歌 算下来每个词呢 要值几个美金 然后她说的话 我要想一想 我怎么样来对得起你们啊 我每说一个字都要值多少钱 他们这个有着孰到底 孰到底 但她实际上追求 当然不在那里 你知道这个孰到底啊 我就觉得这也是今天啊 一个特点 这就跟像说 你知道世界上还有一种运动啊 就是下载音乐不给钱运动 就是认为 你们让我花钱下载音乐 你们是无理的 无产阶级 从来不要什么钱 他这种运动啊 你比如说啊 好像运动 我也听一些娱乐记者讲过 他这种说 现在是民主 就草根势力上涨的这个时代 就是说 你们明星有什么了不起啊 怎么就不能娱乐你呢 就是拿你打场 你以为我们特别多把得把你当成回事啊 就不能问你找几个女朋友就不能问你多少钱 但是实际上啊 我觉得是这么一个问题 就像你刚才说的 大家也不是说要对明星多尊重 而是对音乐嘛 对吧 你把名把音乐看得比自己大 但是也希望媒体能把音乐看得比你大 但是实际上现在好像就觉得有一种就是 怎么我们就不能娱乐娱乐你呢 这不这娱乐是这样 我是从来我也不去管什么什么关心这娱乐不娱乐的一个事 但是我总是觉得有些个媒体做的事 你是不是走在你的你的这些读者或者你的听众观众前面一点 你总会我觉得现在媒体做什么事吧 总是能抄到这个受众的这个最底线去 就是你哪里走到他上面一点 就是直接就搬那儿去了 真的现在大部分就是 那些最最那个底层的关注点 他们都特准 那一下子就能 因为媒体从他们的实践当中发现正能量效果不好 负信息才吸引眼球 我觉得这个这个是他们的他们的一套想法 当然不一定对 但是他们肯定有这样一套惯性的想法 我觉得应该不是这样的 即便是这样 大家也应该做点什么努力多少改变一点 而且你知道在中国的媒体状态 就是你发现他跟西方有点不一样 在哪儿 就西方他的主流媒体 他也有他的一套准则 你是也有这种八卦 这个乱七八糟 就像你说的把相机伸下去 他会有 你到那个等火车那地方 他卖的那个东西 杂志 但是你不会去想什么什么太阳报啊 什么纽约时报 他们去弄这个事 就那种媒体他还是他该做做什么做什么 他还是能分得开家的 在我们现在你知道这个中国的媒体没有没有什么界限的 但是什么报纸那些巨大那个title 在我们过去一看都已经是什么代表政府的那种那种说话的那种媒体 这个东西他们也弄 咱们现在完全没有界限 混同一气 就混同一气 然后呢 很多时候 你知道我们这个这个 正经媒体 算正经吗 正经媒体实际都在微博里拿材料呢 对啊 这最可怕 我觉得这最可怕 就是他们跑来那些媒体的时候 提的问题都是他们在微博上看到的一些谣言 他们呢 首先信 把这个东西信以为是真的 然后呢 他到你这来求证这个谣言的事 不是 这个真是 我跟你说 魔幻现实主义 要不然王伟 莫言为什么得奖呢 其实你以为他真在乎是真的吗 他管他是假的也好啊 假的就登了嘛 登了 刘欢说他拿了一千万 刘我问了 刘欢说他没拿一千万 这两条新闻了 你知道吗 这就能卖报纸了 然后你要再说他说的不对 他又多一条 又多一条 没错 这就魔幻现实主义 一直就聊下去了啊 但是你要放长远看 你们要幸福啊 我们现在处在一个历史转折期啊 这个由于这个internet 由于电脑这个生产力的发展 对人类文化的改变 包括对人类文明次序的改变 我们是身在其中 你看到了一些负面的东西 跟我们原来的观念 但是长远来看 这个了不得是很大的改变 人人都有发表权了 弗洛伊德说过一句话 他说 每个人都是创作家 世界上最后一个人死了 最后一个诗人才死 以前觉得这是天方夜谭 这不可能 虽然每个人都有创作的欲望 但是发表不了 现在真的有这么一个可能性啊 每个人拿了个手机都是发表家 所以在我 当然了我没有深受其害 你们这个比较深受其害 感受比较特别深 拉开来从学院的角度来看 我们真的是处在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信息革命的变化 这点是肯定的 这我也同意 但是呢 就是 换还是换是吧 不是换 换还是换 你说首先 你说每一个 每个人都是作家 每个人都是诗人 我也希望是有这么样一个年代 这就太繁荣了 但是你不要因为我们现在的这种培养 最后变成每个人都是造谣的 这最后 没错 应该是要作家那方面去引导 对对对 但是后后后后就可能性比较大 枪枪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沉默是金 不是我的范儿 话语影响世界 从早说到晚 有没有谈到金 波云渐日可以直中红心 畅想环球采风 说不尽世心百态众生万象 清兴百老费 星期六 凤凰卫市中安台 顶酒运古坊 配桃花春雪 采鱼籍之水 会圆酒金黄 年份圆江 五井贡酒 刘老师 这说到你本行 你还没对教育 发表点看法 因为最近有个叫 资中军 还是资中云的 这么一人 在香港书展 发表讲话 说中国的教育 必须要改变 再不改变 这个人种会退化 他就像土豆 也会退化 他就说这种极端功利 的这种教育 你常年做老师的 你跟这个年轻人接触 你对目前教育 怎么看 对你知道 这个也 我遇到过这种问题 就是有的学生 你看我上课 下课的时候 他来跟我学 他问我 这刘老师 您过去是学法语的 我是对 但是我现在就 没有用 都废掉了 他说我现在也想 学一个这个 但是这个对我来说 我觉得这个性价比 不合适 性价比 我当时特别诧异 我都不知道 该怎么回答的 怎么会一个学生 想选一个课 就考虑到个性价比 他花的努力 跟收获 这个比例不高 因为这就同样的事 特别奇怪 然后在纽约那边 我有一个同学 在纽约大学做教授 他有时候 我们也聊天 他就经常 对他的学生讲一句 就是你到了大二以后 你要尽可能的 去学一些 看起来没什么用的东西 这个是他们那边 那个想法 他就觉得大学 你学一个 没有什么用的东西 这个东西可能你学他的时候 你就完全没有功利想法 你是因为你一个兴趣 你去学的 这件事可能他作为一个兴趣 就相伴一生了 这个就是截然不同的 对于这个教育的一个认识 他们是日子过得太好了吗 也不是 但是我比较同意 这个美国的教授 他也不是说你都要去干这个 就是你想法选那么一个 我觉得就是咱们古代 有这个成龙成凤 对吧 到了现代 又有这种 就是说成功 明星 就所以就是你这个标准 我不能忍受一般的生活 我得是像欢歌这样生活 或者有这样的名气 是不是这样让人觉得 心里就难过了 你这个太难了 就是 不知道 这可能是不是就是我们这个时代会会这样 他们说对比 我说美国人大概二三十年代 跟咱们现在很多挺像的 就是特别急功近利的 追求所谓成功啊 什么什么东西的 因为我们这个时代 你看这个整个经济总量发展的很快 社会的这个拉开的距离很快 就是说这个这个以前的文革的时候 大家很平等 所以这个这个拉开的很快有关系 另外我们这里的基本底线没保障 在在另外一些制度下面 他们做普通人也过得去 我们这里一定要做名人 你做名人才成才才会比较舒服 你就做普通人 你看病都会有成问题 所以很多人这个做名人是做是人权的 做名人是人权的在中国 所以就不要怕被人家抄底 很多人在底线以下的 我们这里的底线不是温饱 是成功 这个有特殊的 你女儿学是纯兴趣吗 学电影 对 你也不会 再来为您播出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 她来要尊敬文明启示录 她来尊敬文明启示录 这次胜匕 这次胜匕